曾經有個傳說 能夠卸下龜殼的球員 無疑不能成為聯盟歷史頂級的佼佼者 但還有一個說法 就是只要能夠從胡人隊走出來的小將 無疑不是聯盟的天賦之子 超分鐘認識系列今天要帶你來認識這位 來自胡人的畢業生 Julies Randall Julies Randall 綽號紅茶 背號30號 身高6尺8吋203公分 體重250磅113公斤 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綽號的由來 綽號的由來其實繞了很大一個彎 曾經有一部動畫閃電霹靂車 相信許多觀眾都應該聽過 呃...老一點的觀眾啦 閃電霹靂車裡面有一位愛喝紅茶的王子 就叫做蘭德爾 於是胡 Rendall 蘭德爾 愛喝紅茶的蘭德爾王子 然後就變成我們現在所熟知的紅茶了 我也真的覺得很傻眼 1994年11月 Rendall出生於美國的德克薩斯州的達拉斯 高中時就讀一所德州當地的基督教學校 高中時即被評選為五星的高中星秀 與其他幾位 Andrew Wiggins Jabali Pakko Aaron Golden 被認定為該踢是最好的幾名球員 在高4那年 先是摔斷了腳 因此缺席了三個月的比賽 但在回到球場上後 依舊帶領球隊奪得州冠軍的獎盃 歐對了 是四年三座 而更讓人想不到的是 他高4那年的場均數據 是可怕的32.5分 22.5籃板 大學時期加入肯塔基大學野貓籃球隊 以場均15分10籃板的表現 帶領球隊闖進NCAA錦標賽的總冠軍賽 可惜最終敗給康乃迪科大學 無緣大學籃球殿堂的金碑 而他本人也在2014年4月22日 宣布參加2014年的NBA選秀大會 而選秀前大部分球探給他的評價 是更加出色的喇嘛歐等 2014年的NBA選秀大會 Rindle以第一輪第七順位 Fero 3G虎人隊給選中 但作為虎人隊的備受矚目的新秀 Rindle在2014年10月28日的開幕戰 便因為右近骨骨折 錯過了他新人賽季的第一個賽季 儘管如此 Rindle也沒有因此完全閒置下來 除了Kobe會一直監督他的復健之外 他也接受了Steve Nash的指導 發展了原本就不錯的傳球以及三分優勢 這裡有個小故事 當時新秀賽季因傷無法出賽的Rindle 對於他來說 所有關於NBA的第一次 都必須延後到隔年 這也讓當時的Rindle非常期待下個球季的到來 他總會在自己的筆記本上 寫下進到聯盟後最期待的事情 也就是以一名NBA球員的身份 回到他的家鄉德克薩茲州 當時的虎人隊搭乘禮拜三晚上的飛機 前往達拉斯 而與達拉斯小牛隊的比賽是在禮拜五 這也讓Rindle安排好了作為NBA球員反向 在朋友之間炫耀的機會 直到他們下了飛機坐車前往旅館的那一刻 Rindle表示 他永遠都忘不了那一刻 我們在達拉斯的旅館準備上樓 接著Kobe轉過身來問我 你等等要做什麼 Rindle回說 我等等要去看看我的家人 與朋友玩樂一下 然後享受一下美好的夜晚 然後Kobe打斷了他的話說 不 我們要去球館 Rindle在日後的回憶裡提到 Kobe當然知道那是我的家鄉 他當然知道 但這並不是他想當個壞人之類的 更像是他想借這個機會給我上一刻 那一刻 便是想在這個聯盟更上層樓 你不能只是偶爾投入心力 而是隨時隨地都必須做到 除了有所犧牲外 沒有別的途徑 2015到16賽季 Rindle隨著胡人隊的夏季聯賽 重返了球場 作為接受了NBA一整年完整的訓練 以及復健的Rindle 生涯初登板就作為先發球員拿下了15分11籃板 而在11月1日回到家鄉德州對戰達拉斯小牛的比賽裡 拿下了22分15籃板4助攻4超捷1火鍋 2016年3月25日 則在對上丹佛金塊隊的比賽中 拿下了13分18籃板10助攻的大三院成績 21歲的他成為了自Maggie Johnson後 胡人隊史最年輕的大三院記錄者 本來Rindle的生涯看似有個不錯的起程 但卻沒想到 此時的胡人隊內部 卻是處於烏煙瘴氣的階段 作為後Kobe時期 胡人隊內新任總教練 Baron Scott的戰績壓力 將Rindle以及D&G Russell 下放板凳產生的內訌 導致球隊內新舊派系的分別 而Russell的頭拍事件 更是壓垮胡人的最後一根稻草之一 而在這季結束後 Kobe的退休則宣告了胡人正式進入大家所熟悉的小將時代 嘿對沒錯 就是每年看到哪個球隊在出售明星球員 胡人隊總是能夠拿出來的萬用交易包 而在這樣的環境下 雖然Rindle的帳面成績有些在逐漸成長 但仍就被胡人當時混亂不堪的內部 給掩蓋住了他的表現 2018年賽季結束後 Rindle作為胡人隊唯一82場全勤的球員 場均以55%的命中率能夠攪出16.1分 8籃板2.6助攻 而後胡人隊或許因為內亂或者各種原因 在2018年7月2日 宣布放棄Rindle 讓他成為不受限制的自由球員 而Rindle也以1加1年1800萬美金的合約 加盟了紐奧良醍醐隊 作為隊上主力Anson E. Davis的貼身侍衛 不過老實說 我自己個人是還蠻不能理解 一年900萬怎麼不留Rindle就是了 不過有趣的是 來到醍醐的Rindle 由於Anson E. Davis的傷病因素 讓Rindle有更多的機會跟表現空間 這一集Rindle的數據大幅進步 來到了場均21.4分 8.7籃板3.1助攻 然後就是來到Rindle生涯的轉類點了 2019年 由於Rindle的才能似乎在紐奧良得以開花 於是紐約尼克隊給了Rindle一張 3年6300萬美金的大合約 而有趣的是 紐約作為罪惡之都限時版高潭市 那裡充滿著許多嗜血的媒體與嗜財的富人 剛加入紐約的Rindle 顯然不怎麼習慣這裡 由於過去在湖人以及啼湖隊內的歷練 加上大蘋果城美光燈的渲染 Rindle時常在球場上做出霸佔球 以及不願意扛起責任的行為 這讓尼克球團不是很滿意 嚴格來說就連球隊上的其他隊友們 也都很討厭他 認為他是一名自私的球員 直到2020年休賽季期間 才傳出Rindle向全隊道歉的新聞 而在2021賽季開始前 Rindle有了許多新的體悟 他告訴記者 老實說過去的自己 並不了解成為NBA球隊的第一優先 是什麼意思 你是領頭羊 那不只是說說的而已 而是確實的代表著什麼 當你沒有如預期一般發揮時 這將不再只是一場 個人數據糟糕的比賽而已 很有可能是一場敗北 而當我回過頭來看時 當時的我太著眼於證明自己是球隊的第一選擇 而忽視了自己對球隊的一些責任 舉例來說 我應該將大家給整合起來 並以身作折和為一名成功的NBA球員 這些話 是Rindle在家裡 與自己4歲的兒子單挑時 小Rindle在與Rindle對抗進球後 竟轉過身來向自己擔任裁判的母親露出了這樣的表情 那一刻Rindle意識到了 他在球場上一切負面的樣子 都被小Rindle給激在腦海裡了 那一刻Rindle確實理解了什麼 然後便有了我們看到2021年全新的Rindle 而如今的Rindle 已經是一名場軍能夠拿下24.1分 10.2籃板 6助攻 一抄截的全能球員 三分球以及發球命中率都來到了生涯的新高 除了入選首次的NBA全明星賽 也獲得了NBA最佳進步球員獎 從愛喝紅茶的貴族王子 到紐約的貴公子 再到新紐約之王 一切的一切也或許我只能說 曾經那個胡人全體上下期待的天賦 確實在心態與質量上產生了變化 那麼你覺得呢?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麻煩麻煩按下喜歡訂閱並分享出去 如果有想看的球員歡迎在下方留言處告訴我 我是蝦球 訂閱7支影片保護單單大作戰第四集 我們下支影片見